哇 哇 我出汗了 好舒服 大家聽 我康訓練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就是白色圖 戴著眼鏡 上半身很痛 因為我這樣撞出去 他的身材在這裡 然後這樣 這個位置經常用著踩著床 這些媽媽學會做的 這個位置應該會特別好 因為這個肌肉彈起來了 它腫起來了 變成這些位置 你一定要先拆開箱 放鬆可以了 冷靜一點 不緊張 做了媽媽比較緊張 其實你這樣按完之後 你再放下去就會發現 結位會開始清潔 這個空間不會再在那裡 或者是那麼緊實 重點是 你拆鬆了之後 或者放鬆了之後 其實你是要練的 你要練大力 你用這個水槽入水的 已經是一個 就是大壓力 我建議不要這樣轉頭 好可愛喔 你的頸是不濕風色的 真的嗎 這樣一定是沒有的 那我要這樣 對 向上向下 向左向右 先 這個位置很明顯 這個位置很明顯 這個空小機 大概空小機 就是變成那個 你經常轉向前的那個 其實他的感覺就會 很多時候縮著你 但是我想說 其實做這些 就是按開肩甲骨 是好的 因為我吹義師跟我說 如果大家媽媽想多人奶的話 首先 血氣要好 身體要好 健康 睡得夠 還有肩甲骨不可以緊 如果肩甲骨緊 你就 奶會少 正如有人聽說 平常東奶呢 我們拿著兩個奶風 所以我的手是整個都很緊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看看你 平常生活中 你看看你 大猩猩的 是手指指哪個位置 就知道你的肩甲骨是否轉的 然後你試試手指放在這邊 向外轉 然後你摸著你的肩甲骨 前面的話 轉外的時候它會拎出去 轉外的時候肩甲骨會拎進來 但其實你最想要是它是要重的位置 我相信她們右手好像不一樣 她們左手就是右手 對 她們左手就是右手 現在左手就是右手 你看 挺神奇 如果大家都想 有一個 假手臂的型男 幫大家 去矯正大家的 腰骨 肩甲骨 就記住去推